再過兩個星期就是清明節了 北南鄉公所配合武漢肺炎防疫病疏解清明節記主人潮 在3月21、22、28、29四天上午舉辦了提早記主送職災活動 只要利用清明節前兩個星期週休假日 提早到草安堂記主的民眾可以現場免費索取苗木 清明節就快到了 為了避免掃墓的人群集中在清明節當天 造成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北南鄉公所特地推出了孝新五十縣不必趕清明的文宣 並搭配提早記主送職災的活動雙廣齊下 希望能夠有效分散人群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事奉清明大家都會回來記住 那這邊我們也在來呼籲大家 因為這疫情的關係 然後大家來分散記住 不要讓大家同一個時間記在一起 所以在這邊呼籲大家 然後可以把時間拉開 所以我們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也預計在送職災 這次的清明掃墓 如果你提前來的話 我們會送職災 那日期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三月二十八、二十九 這兩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來做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本次證明要活動的四個場次 前兩百名的民眾 都可以在現場免費索取 加東、赤南以及租景等優質樹種 我們這次應用提早掃墓 總共有四種樹種來贈送給民眾 有豬井、嘉東樹、蕭南還有我們的印度紙潭 那總共有八百株 在這邊也要特別感謝我們林務局 來提供這樣的一個樹種來送給民眾 那我們這四天每天提供最前面的兩百人 來贈送這樣的一個樹栽 然後總共一個人是兩株可以回去栽種 另外公所也已經搭好了帳篷並全面消毒 而現場也準備了酒精以及洗手用的肥皂 供前來掃墓的民眾做使用 我們冰箱所這邊也提供了酒精給民眾消毒 還有那個肥皂給民眾洗手 也準備了帳篷 在室外就是給民眾放祭品用 還有宣導標語等等措施 這兩個禮拜有空的民眾 不妨可以選擇提早掃墓祭組 除了可以分散人潮之外 還可以獲得免費的職災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記者陳吉林 悲難相報導